这个月是我们的甜蜜家庭月 我们都知道 家对每一个人的影响是最大的 我们受到原生家庭的影响 我们的个性 我们的处事 我们的态度 都因为我们的家庭 所以我们很渴望 让我们的教会每一个家庭 都成为一个爱的家庭 让我们的家 让我们的下一代 活在一个蒙爱 蒙祝福的环境里面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都知道要爱家 可是爱家是一个行动 除非当我们有行动 当我们有做什么的时候 我们的家才能够产生改变 我们不只是有想 我们渴望 我们需要做什么 有人问Teresa修女说 我们可以做什么来促进世界和平 Teresa修女说 回家爱你的家人 是的 改变世界从家开始 从爱什么家开始 从爱家开始 好不好 这个月让我们大家一起 有一个爱家的行动 有一位作者他提到 十种爱家的行动 第一个就是以称赞跟鼓励 每一位家庭成员开始新的一天 这是最简单的 很多的时候很多人家 一天开始就是忙乱骂小孩还不起床 骂先生早上起晚了上班都还来不及 上班迟到 那一开始就是不愉快的一天 但是好不好让我们这个月开始 可以称赞鼓励每一位家庭成员 能够作为一天的开始 他说第二点是留下爱的便条等等 每一个月跟一位孩子跟父母有个约会 第四点主动承担其他人的家务 第五点是吃晚饭的时间 成为全家人特别团聚的时间 第六点就是赞美他人的成就 哪怕是最小的一个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的需要 我们的配偶需要我们称赞他 我们的孩子更需要我们称赞他 所以让这个月里面 我们或许我们在一起来做 称赞我们的家庭每一位成员 他说第七点就是一起 全家人一起看喜欢的节目 第八点说 问问每一个人生活怎么样 然后用心听他们的回答 第九点 时刻预备你无尽的拥抱 拥抱是太重要了 让我们家人充满了一个拥抱的气氛 如果你已经三天没抱老婆了 那显然你需要悔改 第十点就是在睡觉之前 要一起祷告 其实他讲的十点只是一个 一个参考或一个建议 每一个人都要有爱的行动 你可以有很多的创意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行动 好不好 这个月里面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里面想 我怎么样能够有一个爱家的行动 让我的配偶感受到我爱这个家 让我的孩子感受到我爱这个家 爱需要付出 爱需要耕耘 需要浇灌 我相信我们都愿意做 好不好 弟兄姊妹 这个月特别是这个月 我知道当了爱家不是只爱一个月 可是当我们这个月刻意去做的时候 会培养出一种生命 培养一种态度 培养我们整个家的气氛 我们相信每一个礼拜 好不好 从这个礼拜 从你开始自己为自己预备 一个礼拜做一种爱家行动 或许譬如说 这个礼拜你要对你爱家的行动就是 早上起来就先称赞我们家里的人 你的配偶 你的孩子 从这个下个礼拜你再想一个 在下个礼拜的时候 我这个礼拜我的爱家行动 就是要带我的孩子出去吃饭 或是要陪他看一个电影 或是等等什么 总而言之 这个月让我们每一个礼拜 都特意去做一件爱家的行动 相信这个月过后 我们整个家庭的气氛 必然会不一样 我相信特别我们当中 做弟兄 做丈夫的 家里的气氛是我们创造出来的 我们要成为这个家 爱的气氛的创造者 从你开始每一个礼拜 对你的家人有一个爱的行动 阿们 好不好我们拍手给上帝 让我们一起说爱家行动 我们把它打出来 在我们的周报上也有 总共有十项 鼓励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这个礼拜开始就开始去 有一些行动 让你的家充满爱的气味 让每个人进到这个家 都感受到爱的温暖 让我们一起来爱我们的家 你可以参考一下周报 我们一起来行动 好 那我们进入今天的信息 今天是母亲节 上帝在创造人之后 也创造一个非常伟大的工作 一个非常伟大的行业 这个行业有以下几个特色 帮我打出来 第一个 它是超长工时 它工时要24小时 可是它不是7 它没有轮班 它是一班到底 曾经有一个姐妹她分享 她自从加入这个行业以后 已经10年没有睡饱过 很吓人 不过很多人以后 都会加入这个行业 第二个 超高风险 你必须随时准备 接受各样的打击 包括臭脸 甩门 冷战 大声咆哮 冷言冷语 甚至不告而别 第三个 高压环境 很多人可能同时 都会成为你的老板 甚至年资最浅的 都会爬到你头上 他们都同时会对你有 非常深刻跟复杂的 期待跟要求 而且你会面对人性 最软弱 最自私的一面 压力会成为你最好的朋友 第四个 多重职业伤害 黄斑 皱纹 白发 身材变形 骨质疏松 五十肩 油烟吸入过量 会有一个10个月的 新产品孕育期 会并发呕吐心悸 疼痛等等症状 甚至到痛不欲生的地步 但是这个行业 完全不提供任何保险理赔 第五个 超专业要求 进入这个行业 至少要具备一下证照 听好啦 要保姆 教保员 保育员 中餐证照 西餐证照 资商师证照 家事达人 有的人他甚至还要配搭 机车或是汽车的驾照 最后还需要一项秘技 就是可以快速地 用拖鞋打死小墙 第六个 最低薪资报酬 它的服务完全免费 分文不取 重点是 你不可以要求任何的回报 但是你必须全心全意来经营 第七个 禁止组织工会 禁止集会游行 禁止休假 我们猜到这是什么行业了吗 来 我们一起说 妈妈 好不好 我们再一次给我们伟大的妈妈 一个热烈的掌声 我们的妈妈太伟大了 那我们接下来一起来 进入今天的经文 在路加福音二章四十节到五十二节 四十节请大家念 然后四十一节 单数节我来念 四十节大家请 每年到逾越节 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 手满了节旗 他们回去 孩童耶稣人就在耶路撒冷 他的父母并不知道 接下来 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 凡听见他的 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 耶稣说 为什么找我呢 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 他就同他们下去 回到拿萨勒 并且顺从他们 他母亲把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 五十二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 五十二节请 耶稣的智慧和声量 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 都一起增长 我们再念一次 五十二节请 耶稣的智慧和声量 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 都一起增长 这一段路加福音的经文 是描述耶稣离家出走的记载 他几岁就离家出走 十二岁 很猛 耶稣是开路先锋 我想问问我们中间每一位 你从小到大曾经有过离家出走的念头 或是真的离家出走的 挥挥手让我知道一下 还不少 请放下 此时此刻你就想离家出走的 你不用举手 自己知道 没关系 你跟耶稣一样 这是耶稣十二岁到他三十岁传道之前 最重要的一段记载 他把耶稣的秘心都吐露了 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 透过这段经文 上帝要告诉我们什么有关为人儿女 还有为人父母的事 第一个 青年时期 可慕属灵 十二岁 是犹太人的成年 耶稣的爸妈带他去过逾越节 去耶路撒冷 因为人群太多了 那时候的男子跟女士是分开的 队伍分开的 所以妈妈以为他跟爸爸在一起 爸爸以为他跟妈妈在一起 回去的时候他们才发现 孩子不见了 等发现了以后找了三天 才在耶路撒冷的殿里面找到 三天长不长 很长耶 三天里面有一件事 让十二岁的耶稣深深着迷 甚至忘了要回家 你觉得一个十二岁的孩子 会被什么东西迷住 数学吗 物理吗 电玩 手机 FB 你曾经被什么迷住 我曾经看过很多学生 被电玩手机网路色情迷住 我们学生举办营会的时候 为了帮助大家可以专心领受 享受自然 我们会收学生的手机 两百多个学生 装满满几袋 你知道价值三四百万 吓死人 你知道手机收走以后 发生什么事情 有学生在听讲道的时候 竟然拿起名牌 开始滑 为什么 上瘾了啦 再有一个聚会 叫敬拜长跑 领会的同工问台下 十二到十八岁的国高中生 有看过色情的 或是发生婚前性关系的举手 你猜多少 三分之二 不用亚裔啦 现在我是亚裔 怎么没有百分之百 很多小六生国一的学生 受洗约谈的时候分享 他们第一次看A片 就是在小六生国一的毕业旅行 爸妈不让我上网 我在学校跟同学一起看 他们有网路 也有刚生国中的十二岁孩子 在网路上可以认识 三十几岁以上的怪叔叔 迷上了就是要交往 十二岁非常的关键 对耶稣来说 是一个灵力很大开启的时候 耶稣被带到圣殿 一切属灵的事物成为 他最大的吸引跟满足 那你被什么满足呢 你的青年时期 从十二岁到三十岁 被什么吸引跟满足呢 耶稣的父母把他带到圣殿 你去哪里呢 你的孩子被带去哪里呢 我们大家可以想象一个图画 要是我家里的大门 是打开的 请问谁可以进来 我邀请的 我最喜欢的朋友可以进来 对不对 但是谁也可以进来 小偷也可以进来 对不对 你要是不欢迎属灵的 属世界的 属黑暗的就会进来 你不要以为没关系哦 十二岁非常的关键 因为在属灵里面 有个东西就打开了 那当你被打开的时候 你在接受什么呢 这些东西都会不断地 影响你的一生 有一些学生 他参加还学生的营会之后 他会在营会结束之后 去处理不正当的感情 有些学生会主动去删掉 手机里面的游戏 色情的连结 没有人逼他 有的人会回去主动跟爸妈和好 有的人会恢复自己的自我形象 开始仔细地去思考 我是要就业还是要读书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 因为有一些属灵的东西进去了 十二岁是一个人进入青年的时期 他们有一个最重要的追求 就是属灵的根基 那个时候你花时间在做什么呢 你的儿女花时间在做什么呢 你的灵修生活怎么样 你的崇拜小组聚会怎么样 他们是不是努力装备自己服侍神呢 你打开了 那你接受属灵的东西吗 刚刚我们放这个影片 是因为刘牧师师母 他们这几天在香港 现在在回来的路上 他们在611参加一个职场的特会 他们分享太令人感动了 香港这些数一数二的职场领袖 在台上分享他们怎么失败 他们在职场叱咤风云 可是外遇 婚姻破裂 家庭完蛋 是上帝让他们恢复 他们曾经在年幼的时候 打开自己接受很多专业的训练 怎么在这个世界成功致富 怎么得胜在所有的职场的领域 但是他们没有接受属灵的 这个礼拜 下个礼拜 就是我们国高中生的教育会考 那是他们一生最重要的第一次考试 我们为我们的小孩祷告 鼓励他们 要努力念书 用功念书 他们都很棒 因为他们在考试的最后前夕 他们仍然持守稳定聚会 四十几个国高中生 有孩子分享 他来教会成绩变好了 我要先说明 不是来教会成绩就会变好 有很多的小孩怎么读还是一样 我告诉他 因为学校的测验测不出你的能力 你还有很多潜力 没有关系 考试考得很棒 高兴一天就好了 考试考不好 难过一天就好了 因为你以后还要面对职场 家庭婚姻关系更大的挑战 但是你必须先学会一件事情 上帝是你的第一 建立你生命的根基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这个爸妈很喜欢听 孩子不太爱听 爸妈不懂还是听话 我们一起说 爸妈不懂还是听话 耶稣的父母看见耶稣在圣殿的表现 惊为天人 太聪明 太有智慧的 太敏锐的 怎么有这种应对 一个十二岁的孩子 那么成熟 那么睿智 只能说是神童 但是对爱子心切的父母来说 最重要的是什么 哇 找到我的孩子了 你可以体会一下妈妈的感受 这个小孩从来没有离开父母身边 可是走私了三天 三天长不长 很长耶 对妈妈来说比三年还长 每一分钟都是煎熬 可是奇怪了 对比于妈妈的焦急担心 耶稣显然非常非常享受圣殿的一切 祂的心深深地陶醉在天父的爱的里面 你知道我都这把年纪了 常常因为服饰比较晚回家 在我要回到家之前 还会远远地看见我们的社区 有个地方的二楼 灯还是亮着的 你猜那个是谁的家 我家 那个二楼的房间是谁的房间 我妈妈的房间 我都已经跟她说过几百次了 她在等我 她怕我找不到停车位 我说我很会找位置 我已经开车二十几年了 但是还是不放心 前一阵子我教她开始用FB用Line 现在我也有点后悔 她开始用那个遥控我 Line我 你怎样你怎样你怎样 今天又跟谁吃饭了 上次我请一个学生吃饭 那个学生说 圣经姐我们拍个照 她就放上FB 又被我妈妈看到了 所以我现在可以稍稍体会 为什么学生不让爸妈加入好友 我在青蟲问 很少人让爸妈加入好友 耶稣跟他妈妈的对话 很像现在的亲子沟通 就是两条平行线 没交集 鸡同鸭讲 妈妈担心他的安全 妈妈在意的是乳养之情 可是耶稣呢 他很单纯 很自然地回答 妈妈 你应该了解我啊 你应该认识我 懂我啊 我在意的是天父的事 我看过很多学生跟父母的对话 你不懂那个人对我有多重要 你不懂现在破关是多么关键 你不懂那个旅行对我的意义 你不会了解你为什么不了解我 从经文看起来 耶稣知道他爸妈不了解 母亲不了解不明白 就像很多青少年青年他们说的 天离地有多高 我跟我爸妈之间的鸿沟也有多深 有一些东西深深信以耶稣 他被圣殿吸引 他被律法深深地着迷 待在那里就是他的命定 现在是他生命当中最重要最重要的关键时刻 但是他遇到了沟通障碍 他没有得到他父母的认可 他没有取得他妈妈的支持跟了解 但是耶稣没有这些OS 你怎么不让我多待一天 你怎么管那么多 你好啰嗦 你不知道这件事有多重要 你为什么不了解 你为什么不支持我 我已经长大了 我不会怎样 我想要自由 我想要有自己的空间 甚至 请问耶稣跟妈妈哪一个比较聪明 耶稣嘛 对不对 谁敢说妈妈聪明 所以很多小孩也常常认为 我比妈妈聪明 对不对 当然耶稣知道他比较聪明 可是接下来耶稣做了什么行动 很多青年不想听 但是爸妈很爱听 所以跟旁边伙伴说 洗耳恭听 耶稣做了什么 他选择什么 他选择顺从 他选择听话 他就跟他们回家了 顺从父母 成为他顺从神的表达 他用顺从父母 回应天父的爱 他从来不逃避 养育他的家庭 他要负他应该负的责任 什么责任 就是顺从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智慧声量 全人成长 刚刚我们有读这个52节 有一段经文我们很喜欢 叫耶稣的智慧跟声量 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 都一起增长 你喜欢有智慧的 对不对 举手 让我知道一下 你喜欢身体强健 心灵强健的 让我知道一下 你喜欢神喜欢你的 你喜欢人喜欢你的 哇很多 祝福这些所有的弟兄姐妹 你们可以经历 智慧声量 神喜爱 人喜爱你的心 都一起增长 这样的祝福 耶稣是一个活在恩典中 长大的青年 但是这里有一个分别 52节提到增长 刚刚我们读的那段经文 40节提到一个长大 这两个词有一点不一样 我再说一次 长大跟增长不一样 长大跟增长不同 你呢 不想长大 也会长大 我过了一个年纪 我不用特别做什么 我坐在那里光喝水 我的腰就会长大 我的腿就会变出 长大是被动的 你不用负生命的责任 但是增长不是 增长原来的意思是 向前砍向前打 不停地劈砍 是一种不屈不挠的行动 增长是主动的 增长的意思是什么 是我对我的生命有责任 要从顺服开始 所以如果我要智慧增长 我就要面对问题 解决问题 发现问题 寻找答案 如果我要声量增长 我就要节制饮食 努力运动 操练身体 我要神爱我的心增长 我就要跟神亲近 喜欢读神的话 我要人爱我的心增长 就要学习跟人建立关系 主动沟通 乐于给予个服事 这就是增长 我们一起说增长 我做青年工作 我接触过很多 非常爱孩子的家长 特别是妈妈 本身要面对 很大的工作压力 经济压力 可是要面对另外一个 大环境的崩坏 校园道德崩坏 教育制度崩坏 所以好像蜡烛两头烧 挑战非常大 今天是母亲节 我相信很多妈妈 都想得到一个 最棒的礼物 就是你的孩子 智慧 声量 神喜爱 人喜爱的心 都一起增长 对不对 这就是妈妈 最大的渴望 每年寒假 教会的青年工作 为了让孩子 可以被建造 远离山西 可以接近自然 故意去找偏远的地方 做什么呢 我们举行一个营会 叫爱神营 就是爱神爱人 还有一个是生活 故意待在那里 要训练学生 自己洗碗 很多小孩 从小到大 从来没洗过碗 你知道那个碗 长这样 洗完了之后 碗里面 是干净的 碗外面 还是泡沫 盘子 几乎都是油的 都是脏的 我有洁癖 但是 所有的辅导 全部跟学生 一起用他们洗过的盘子 反正也吃了很多塑化剂 瘦肉筋嘛 耶稣保血洁净 没关系啦 上帝祝福 为什么要这样 就是要教他们怎么洗 因为没有这些过程 永远都不会 每天早上 我们会检查厨余 就看见厨余桶 全麦面包 一口都没咬 就丢进去 鸡腿吃一口就丢进去 哦 看了好心痛 第二天早上 我们就把所有的白吐司 全部收起来 只发给学生 全麦面包 一块肉 天气好冷哦 因为那是冬天 在山上 没有7 没有妈妈 所以四天三夜 所有的食物 全部吃光光 我们拍手给上帝 现在家庭孩子少 很多孩子的自我意识很强 没有团体感 只在意自己 我们故意要让孩子 过团体生活 一起睡 一起吃 一起玩 一起吵架 一起沟通 一起解决问题 我们知道 下一代的信仰 严重流失 世俗主义 人文主义 享乐主义 进到校园的里面 所以为了让学生 对信仰有兴趣 暑假的时候 要想办法把电玩 跟电影 跟耶稣的神迹 结合在一起 让他们觉得有兴趣 还可以邀请朋友 两个月的暑假 是建立信仰根基 团体生活最好的时机 为什么 因为一个青年 如果在12岁以后 没有真正认识神 找到属灵同伴 以后他极可能 就是随波逐流 被世界吞吃 我们之前举行了 一个查经班 很多学生上完课以后 眼睛明亮了 有一个清大的学生 他从小在教会长大 可是他跟我分享 他说他第一次在农历年 把四福音书读完 学生的眼睛明亮之后 他们被开启 有东西进去 甚至有大学生 他会在暑假 把罗马书全部背完 一字不漏地背出来 我们的很多学生 花时间在补习 四月的时候 我们刚接待一群 以色列来的学生 这群高中生 他们就读 类似以色列的建宗 这样的学校 我们跟他们一起交谈 我们的学生就问 以色列学生 请问你们下课补习 都补些什么 这以色列学生 补习 我没听过这个英文 那请问你们几点下课 两点 两点就下课 那你们在做什么 哇 以色列学生 全部蜂拥而至 要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太有趣了 我们都在做社会服务 我们去照顾老人 关怀弱势 关怀贫穷 那是我们最快乐的一件事情 我们花很多时间补习 以色列也没有补习 可是他们的学生 却是全世界 数一数二竞争力 创新能力最强的 我曾经看过很多妈妈 留下伤心的眼泪 他们在急切地寻找 没有办法挽回他们的孩子 有一个高中孩子 他一定要跟网路上的怪叔叔交往 母亲伤痛欲绝 有一个国中孩子 他死也不肯把他的平板交出来 最后选择休学 永远不肯踏出他的家门 有一个已经成长了 工作有成的第二代基督徒青年 他把信仰当成无所谓 跟神越走越远 让他服侍的妈妈痛苦万分 为什么 因为我一直在救别人 门训别人 我却救不了自己的儿子 今天是母亲节 教会可以给所有的妈妈 一个最真诚的礼物 就是预备一个环境 让孩子可以在这里成长 智慧 声量 神喜爱 人喜爱的心 都一起增长 为什么要智慧 声量 神喜爱 人喜爱的心都增长呢 因为我们的下一代 要预备迎接一个伟大的产业 这就是我们对每一个孩子的心意 我们做一点广告 来看一下 今年暑假 青年牧区举行了很多营会 你有孩子的 你要赶快让他报名参加 不要错过他12岁以后打开的时间 我们有小六先锋营 国中 小学生国中 有大研特务联盟 国高特务联盟 这特务联盟是什么呢 我们有宣传内容 我不太会讲 学生跟我讲了半天 我也不太会讲 这个是他们的语言 你是大学生的 可以参加大研 你是国高中生的 可以参加国高 我们有两个阶段的门训 只要是高中以上 这个暑假升上高中的 有高中的高一领袖班 有高二以上到大学的门徒训练 整个暑假 让他浸泡在鼠邻的环境当中 我都鼓励学生 一放暑假先做什么 把暑假作业全部写完 赶快写完 因为之前教的 现在最熟悉 赶快先写完 写完之后怎样 赶快接受训练 因为这是你最容易 可以被上帝更新的一个时刻 你要把最精华的时间给神 这是暑假 然后儿童牧区 我们看下一章 儿童牧区也有 幼儿体验营 儿童营 灵修营出街 灵修营进街 儿童服务队 好不好 把你们的孩子 带到上帝的面前 如果你错过了 你的青年时期 不要让你的孩子 错过青年时期 让他的生命 接受上帝的爱 上帝的灵的浇灌 他会被更新改变不一样 这一堂还有一点点时间 放一个广告片 来来 来我们拍手 欢迎这个广告片 任务代号 特务联盟 即刻启动 这次的任务比较轻松 儿子小时候回报 Sky 飞鼠在头 帮我确认他的位置 没问题 目标位置你确认 一切都没问题了 一切都没问题了 我们需要你 请加入我们 凭什么 我又不需要你们 在寻找的 你就是那个吗 你知道怎么找到我们 喂 飞鼠已寻服 启动下一阶段 做得好 可是BOSS 飞鼠真的会回来吗 他已经回来了 这是他的天明 POSS 你召回所有特务 让我们人需要更多的人手 好 务必在七月以前完成招募 了解 客户联盟 宣证正任意中 好 我们拍手给我们的青年同工 他们真的是很有创意 今天圣证牧师提醒我们 如果我们不把孩子带到我们的教会 所以不让神来教导他 不用圣经的价值教导他 他就会被世界的价值所影响 如果我们仍然用世界的价值观 在看待我们的孩子 在养育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孩子就会被塑造成世界的价值观 好不好 让我们有点点安静的时间 刚才圣证牧师提醒我们 要智慧和声量 还有神和人喜爱的心 要在孩子的身上一起增长 无论你的孩子现在多大 你身为父母 你有权柄为他祷告 你有权柄为他祝福 你有权柄把他带到教会 不管你现在的处境是如何 不管你现在所面对的孩子的情况 你觉得有多么的困难 但是神给你做父母的权柄 神会给你恩典 让你的孩子无论在哪一个阶段 他的智慧 他的声量 神和人喜爱的心 要在他的生命中重新塑造 好不好 让我们有点安静的时间 你想想你的孩子平常都在做什么 他的朋友你认识吗 他的假日都到哪里去了 不要我们爱主 侍奉主 我们的孩子却失落了 好不好 我邀请大家一起起立 你可以为你的孩子祷告 为你的家庭祷告 今天牧师也要我们回到家的时候 做一件爱家的行动 我们要唱这首诗歌 在诗歌的里面你可以跟神祷告 你有什么爱家具体的行动 如果你要为孩子报名 赶快去报名 昨天晚上我收到一个line 就是牧人屈牧他晚上私会 然后他到楼上去 他就发现有一些家长就到楼上去报名 为他的孩子报名 我鼓励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 做家长的你不要再犹豫 让你的孩子暑假 在一个安全圣洁的环境里面成长 让你的孩子在暑假的里面 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 等一下就赶快去报名